主料,香菇奇克,木耳13克,盖栏头134克,主料,油,蚝油,蒸粉,松圆,冷开水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食材,香瓜,食材,木耳,食材,盖栏头,将盖栏头洗净,去皮,切片,用清水浸泡或,用清水浸泡香瓜, 将蚝油和生存放入碗中,倒入浸泡香菇的水,拌晕成芡汁,将适量的松圆洗净,倒入炒锅中,倒入适量的粟米油,混火,不停炒松圆,变成金黄色极克老体,放入盘子里,带用原油锅放入洗净并切好的香菇丝,炒至熟老体,带用原油锅放入洗净并去地的木耳, 倒入一半煎泡香菇的水,盖锅盖,中火焖五分钟,烙起大油,原油锅放入适量的蒜末,倒入适量的粟米油,放入盖栏头,倒入适量的冷开水,盖锅盖,大火焖三分钟,接盖,将香菇丝和木耳回锅,倒入剪汁,炒匀,宽火,盖入盖中,撒上松圆, 上桌后就可每每享用了,吸吸,烹溅技巧,使盖兰的前提是要适量,数量不应太多,次数也不应太频繁,因为中医认为,盖兰有耗人蒸气的副作用,就是盖兰,会抑制性激素蜂蜜,中医点击本草球员就曾记载,盖兰甘鲜,猛,好气损失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关闻TG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